出口数字出现两位数的衰退利空冲击 加上近期新台币的波动比较大 那么电子全值股强弱势表示不一 另外高价股明显的走跌 都是拖累指数走弱的原因 看到在前一天强势的类股光电族群呢 在昨天呢就立刻出现了一个涨多回档的卖压 跌幅是1.71个percent 金融股在昨天也反而是成为了盘面弱势指标 类股指数下跌了1.14个percent 在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但是这光景只有维持一天 好那么在生一类股的部分 则是在政策的概念力多推升之下 是比较强势的上涨了1个percent 昨天呢台股靠这个台积电 还有台素以及呢封测大厂日月光来撑盘 其中呢日月光它是刊登了广告 提出公开收购细评案的澄清跟说明 看到昨天有在日月光的股价呢 是在这个五盘过后 更加明显的上涨扩大了涨势 中场是大涨了9.6个percent 那么收在这37.6元 另外呢细品昨天也是同步上涨的 涨幅呢是0.78% 收在51.8元 都是替大盘发挥了支撑 至于在红海的股价呢 带您看到昨天呢是维持了 在这个平盘之上 小涨了0.13% 不过呢在这个亚太电 可望取得台湾宽频通讯管理权的激励之下 看到呢在整个红海集团当中 看到呢像是大成钢还有星光钢 这两档个股呢都是走弱的 跌幅接近了3% 在昨天盘面上这个多头气势 有一些现象是转向了中小型股 而且都是围绕在这个新政府的政策利多概念股 由于信任总统蔡英文将要在今天呢 展开这个产业参访之旅 首先第一个要参访的就是太阳能产业 那么近期呢太阳能族群成为了盘面的焦点 昨天元金亮灯涨停那么另外呢新日光 昨天呢涨幅也有2% 还有包括了达能绿能还有生阳科 这些个股的股价都是同步走强的 至于在生计股部分呢 同样也是这个产业的新政府政策利多 那么生计股是由新药股来领军冲锋 昨天看到科茂是涨停作收 那么景月呢也是同步亮灯的 好另外在其他的个股包括 Fコン有大涨了有7% 唐莲还有南光这涨幅呢 也都在2%到4%之间 那么维系了这个盘面的多头人气 好另外呢因为中国还有欧洲的一月份 新车销售表现是优于预期 带动了汽车领组件族群呢 是持续的催油门 看到呢相关个股当中 同志昨天呢上涨了接近有6% 另外维生以及胡莲跟健林 F英利 FIET 车王殿 蓬城 宜利殿这一些个股呢 都是同步大涨的 那么另外涨势比较整齐的 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呢 就是在仿仙还有这个运动休闲 精能布料的个股 包括了利勤还有丰泰跟红翼 这些个股的股价都是同步上涨的 但是值得要来注意的是 在前一个交易日表现相当强势的 这个金融股和高价股都是涨多熄火 在高价股的部分 股王大力光呢 昨天的跌幅呢 来到了4.47% 跌了115块 股后汉维科呢 也是同步下挫的 跌幅是3.18% 前一天涨停的F普瑞 昨天卖压也相当的明显 下跌了4.05% 另外在金控股当中 昨天相对的弱势 国泰金下跌了1.77% 富邦金呢 则是同步下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赵峰金还有中信金 看到呢这些个股呢 都是走弱的 也拖累了金融指数 下跌了1.14% 又再度跌破了900点的整数大关 好 至于在其他的弱势焦点股部分 要带您看到的是 台本呢是爆发了经营权之争 大股东孙铁汉不满董事长林文渊的作风 在近期是料化不要再挺这个林文渊担任董作 那么台本的临时股东会要提前到4月1号召开全面改选董监事 那么这一个消息在昨天呢 是冲击了台本的股价出现了一个开低之后 持续向下走低 昨天呢台本的股价在中场是已中错了7.05%作收 不过昨天傍晚台本呢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说这个董事之间的不合是个人的行为 台本的经营没有问题请投资人安心 那么如何来影响股价的表现呢 我们稍后会带您来关注 好 另外一档个股是在游戏股当中的勒升 公布了一月份的营收是81717万 这是比去年同期成长 那么股价也在先前反映过这个基本面的利多 不过看到了在涨了之后呢 昨天呢出现了一些卖压的出笼 昨天的股价呢在先前强势之后回档下跌了有5.21% 好 至于在昨天三大法人